关于道场建设的问题 它也有三小题 第一个是祖师大德书 佛门以无私为心神 而道场如果外来参学着很多 是否会扰浪常住中的清修 是否因闭关不接待 还是有更好的方法解答 这个更好的解决方法 古时候 寺院丛宁市学校 而且是专科学校 它因为道场的道风 学风都是业门深入 道场里面的 群众 就是修行人 不接待客人 接待客人是谁呢 志克斯 志克等于说他有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完全是附带接待客人 不过从前客人不多 书到场都建在山林里面 居立这个村镇都有相当居立 总得有五里十里路 而且都是要爬山 不是真正清诚 木道来参学的 他不愿意上山 而且山上生活非常辛苦 一般人受不了 道场上没有特殊的待遇 谁愿意去过这个苦日子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道场是旅游 参观旅游的圣地 游客越多越好 这个香火收入多啊 那他心不在道上了 所以你就晓得 硬光大师教导我们 真修行人 尽小猫 二十个人 不要超过二十个人 过过成就啊 你要搞这么大道场干什么 建立一个在小地方 根本就没人知道 随云不盼云 旁边有一点土地 自己可以种菜 自己可以种粮食 那我们不能种稻米 不能种大闷 可是我们可以种花生 可以种马铃薯 可以种芋米 用这些东西来代替做主食 可以的 再种一点素材 像我们现在在这个澳洲 就是自己种植 真的要遇到灾难呢 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自己这个田地里面生产的 这些蔬菜果实 就是够我们到场的这个生活 我们估计 这个菜园里面种植 可以供养三百个人 那我们现在到场不到一百个人 那种植要跟农夫学 我们请附近的农具 给我们把这个地开辟下来 我们向他学习 那学会之后呢 我们就不必依靠他了 这是中国古人的思想 跟独传家了 要自己动手啊 那么现在这个道场 我好像是在八零年代的时候 第一次回国 到北京去访问 赵普拉接见 我们很有缘分 那说起来都是同乡 第一次见面 他接待我们就用四个小时 所以当时 跟随我的有十几位同修 里面大部分是香港同修 他们听到的很惊讶 破牢接近一般客人 都不超过三十分钟 他请我们一起吃饭 父亲两个都陪到我们 我们聊了四个小时 我就谈到 现前的道场的问题 在中国的道场都是古籍 都是几千年几百年的这个寺庙 观光旅游 他决定不会放弃这个景点 他一定要来参观 所以那就是换句话说 这些道场 不适合修行 不适合修行 干脆就是开放做观光旅游 机会教育 观光客就是信徒 来的时候跟他们讲解佛法 让他们种一点善根 这多么好呢 不必讲一部经讲个专题 或者经文里头自录一小段 讲几句 他们付的这些费用 到这旅游付的费用 这就得以教学费了 他也真学一点东西 真正佛法呢 要重新建道场 现在交通遍及 资讯发达 所以不要建很多道场 我给普拉建议建十个道场 中国佛教十个宗派 一个宗建一个道场 不要再建宫殿式 建什么呀 建学校 我给他讲呢 模仿外国的大学城 他那一个学校 就是一个城市 分成两个部门 一个是研究的部门 学院 像我们进途中 进宗学院 一个是修行的部门 进宗学会 名字都改的 改成现在的名字 学院 学会 不要用寺院按堂 让人耳目一新 这个 不失迷信 他老人家很赞成啊 很欢喜啊 我们见面说 他年岁太大了 真的是 真的是 心有余 而立不足 可是 确确实实 是要向这个方向 发展 也要把他做成 现代化了 那真正 小规模 修行的 那就是 进途中 守 印族讲这个方法 非常之好 那我这么多年来 普遍都是这样介绍 小道场 两三个护士的人 就够了 不接待任何人 关起门起来念佛 听经 每天 能够听经四个小时 不要听得很多 很杂 一步进 听无量手机 一边听完了 听第二遍 二边听完了 听第三遍 听一百遍 听一千遍 越多越好 不杂 一句阿弥陀佛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这叫真正道场 这个道场 佛菩萨加持 龙天善神赞叹 护发神照顾 其实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非常适合于现代社会 大道场适合于借淫大众 机会教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